好 接下來看的是亞洲電影 還記得在電影《失速列車》當中 犧牲自己的生命 拯救其他人的馬兜石嗎 憑著無比大的力氣 還有超硬的拳頭殺出一條血路 不只感動觀眾 也讓他的人氣迅速飆升 如今堪稱韓國一線男演員 而且他今年就有四部電影上映 所以讓大家期待的就是 《與神同行》的第二集 胸狠模樣 還沒出手就氣勢十足 馬東石在電影《與神同行》第二集 演出南搞家神一角 如今的他堪稱是韓國影視圈的 一線演員 紅到一年至少四部電影 從冠軍大叔靠腕力拼世界冠軍 一直到電影《呆祸》 因為黑歷史被調到 偏遠高中的體育老師 還有電影《Wonderful Life》 馬東石的角色只為家人而活 眼裡只有女兒 再加上《與神同行》二 四部電影完全不同屬性的角色 提到他的高人氣 就得說上這部作品 猛力揮拳 擊退喪屍 甚至到最後還犧牲生命 拯救其他人 馬東石在電影《十足列車》 有血有肉的演出 贏得滿堂彩 也賺到不少觀眾眼淚 形象大家分 這好身手 讓他樹立招牌 但不說不知道 馬東石十九歲時 就移民美國 畢業於哥倫布州立大學體育系 過往的照片 身材走精壯路線 而且出道前 職業是私人教練 馬東石過去是不少 知名格鬥家的專屬教練 外語能力也是一級棒 空有好身手 馬東石不甘心 決定要走到目前 透過在電影圈工作的 弟弟介紹 飛回韓國 發展演藝事業 首部電影作品 就讓不少人驚豔 雖然只是個綠葉 但光看它 打架不靠替身 親自上陣 馬東石越打越出名 首部電視劇 HIT重案組 飾演的角色 幾乎量身打造 劇中有勇無謀 能舞不能聞 但這形象卻讓它 很有觀眾緣 愛個無視啊 愛個無視 我一直以為壞男人 但是 或許是因為外型 演警察 很有威嚴 演壞人 也讓觀眾看得好過癮 什麼 馬東石演出的電視劇 壞傢伙們 創下當時的有線電視台 自製電視劇 收視紀錄第五名 甚至還舉辦大型粉絲見面會 男朋友們的 大聲鼓勵鼓勵 歡迎 自然的演技 還有天生 一陣一邪的外貌 讓它成為影視圈的 最佳綠葉 視頻不少 視頻都不少 聽聽聽 眼正派 氣場絕對不輸人 眼反派 肯定壞到骨子裡 但真正讓觀眾著迷的 反而是他的 反差萌 尤其是被取了 這個綽號 丫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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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趙 會被取名叫做馬可愛 不是沒有原因 馬東時私底下 其實很會賣萌 而這形象也大受廠商喜愛 這也沒想到這標型大漢 裝其可愛毫無違和感 就算變成溫柔服裝設計師 一起合作電影 再見單身的女主角金惠秀 也說馬東時在片場 就是個超可愛又會動的娃娃 我們最美麗的馬東時 是馬東時私 非常好 然後非常舒服 非常好 很愛 要麼粗獷卻流露出一股夢境 外冷內熱 嘴上不說卻很會替人著想 這樣的反轉一接觸就著迷 而多年累積的演技實力 也讓他在第49屆 百想藝術大獎 奪下最佳男配角獎 大多時候馬東時在主角旁邊 默默扮演好綠葉的角色 儘管不是寒流正夯的美男路線 但多年打滾演藝圈 靠勇猛的氣勢和粗獷的外型 打出一套屬於自己的表演方式